好美啊 好像有一種摩登的滄桑 我是KSD韓國小米Kiki 我今天就和大家來到這個新沙洞 新沙洞就是一個很好行的地方 那今天來這裡是做什麼呢 就是為了來我身後這一間 好美啊 它就是所謂稱為Yellow Cafe 但其實它就是Skin Food旗下的一間化妝物的cafe 相信大家都知道Innisfree有它自己的cafe 但其實Skin Food也有的 就是這個標誌的車 它是一間很適合拍照的cafe 因為Innisfree 就是你們進去就會感覺上 你真的很適合拍照的cafe 因為它是濟州倒出來的 都會像廚生一個濟州的很大自然的感覺 但它這裡就比較摩登一點 還有呢 Skin Food 它很多都是三河產品 它這裡就是以白色和黃色來做主題 就是做得很漂亮啊 很時尚的感覺 它還有一個三層的 城市農場的東西 我覺得它晚上應該會挺漂亮的 你看到它下面呢 這裡有一些這樣的蠟燭 它應該晚上會怎樣穿它 哇 好漂亮啊 OK的 又是一個拍照的地方 哇 這棟東西真的值得來 值得來的分數有4分 最高5分 有4分 我覺得除了可以拍照 還有進來之後心情是挺舒服的 之前呢 不是去過3CE的Pink Cafe 這裡我當它是Yellow Cafe 那Innisfree呢 我就稱它為Green Cafe 因為它是綠色比較多 因為Innisfree可能已經見怪不怪 是什麼 但是這裡呢 真的給我一個新奇的感覺 比起3CE 可能我不喜歡黃色的關係 對啦 但我不知道啦 因為可能喜歡黃色的人 就會很喜歡很喜歡3CE 但是 我自己是喜歡這種感覺多一點 對啦 摩登的沖溫桑感 所以大家真的可以來一下 大家看完這間Cafe 是不是都很新來呢 所以呢 其實它就不是很難找的 那它就在新生站的7號出口 那你來到新生站 那你來到新生站 那這條路呢 那它就是條路的大約中間那裡 那裡呢 都很明顯會看到 那大家如果喜歡黃色 或者喜歡白色 和喜歡水果的朋友呢 其實真的可以來一下這裡 因為我覺得 是 無論是拍照 和剛剛喝了它的東西 都覺得OK 和它的Kick都OK 那如果大家想知道 有關韓國旅遊的東西 和韓國的資訊呢 那就記得留意我們KSD的FB 還有 記得訂閱我們的KSD YouTube Channel 那我們就會出更多有關的影片 希望可以幫到大家玩韓國旅遊 我們下次再見 那你們再見 我們見到大家大家再見 Vin